我們現在介紹第十章 《坡道與空腔 邪正器》 我們這一章也是把原來我們在電磁坡裡頭的第十章 我們鎖減就是把一部分刪減掉 比如說原著的坡道等等我們都把它刪減了 講得比較簡單一點 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再去看這一章 原來電磁坡的這一章 現在我們來介紹 《坡道 坡道器》或者叫坡道 我們英文叫waveguides 它有以下的三種形態 在這個坡道裡面傳播的電磁坡 它有三種形態 第一種形態叫做橫電磁坡 Transverse Electromagnetic Wave 它的簡寫就是TEM Wave 電場跟磁場在傳播方向上面 我們假設它傳播是在Z軸方向傳播 那就是電場跟磁場都沒有Z分量 它有的分量都是在橫的方向上面 在X方向在Y方向上 另外的一種叫做橫磁坡 Transverse Magnetic Wave 它簡寫就是TM Wave 它的磁場沒有重方向 但是電場可能有 電場會有磁場沒有重的方向 第三種就是橫電波 Transverse Electric Wave 就是電磁坡裡面 電場沒有重向的方向 電場沒有Z分量 磁場會有 我們講這三種 現在我們講這個坡道的一般結構 一般結構的坡道 它傳播電磁坡的時候 它的一般的特性 我們假設這裡有一個任意形狀的一個坡道 這個是橫向的X方向Y方向 那電磁坡是源自Z方向傳播 電磁坡傳播是源自Z方向 OK 好 那它裡頭電磁坡 源正Z方向 我們假定它是正Z方向行径 它的傳播常數 Gamma 因為電磁坡 我們根據前面的我們的經驗 它有一個傳播常數 它有時數部分跟虛數部分 這個我們等著再來仔細的看 好 假設 這個裡頭的坡 我們假設它是一種邪正狀態 它是一種time harmonic form 那凡是time harmonic form的坡呢 它會有這項 因為它朝Z方向傳播 所以它一定有這項 這個就是 表示坡呢 是朝正Z方向傳播 那這個就是 它是time harmonic form OK 好 那麼我們又把Gamma 分成 Gamma 又可以寫成alpha加Jbeta 所以我們就把α 4betaZ拿出來 然後負的JbetaZ呢 那這 jointly 寫到這裡 這是它的指數 就指數部分的因子 寫到這裡 我们如果以笛卡尔坐标来表示的时候 波的向量形态跟时间斜正形态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这个样子 这个就是向量形态 这个波它现在只有空间部分 非说只有空间部分 空间部分 它不包含时间 空间部分里面 我们又把它分成 分成这个分量 这个分量就是说 它在界面上的位置 这个分量 电场在界面上的位置的分量 X分量 Y分量 这是它的传播方向 那么它的Time Harmonic Form 就是把这个 乘上Exponential 就是Omega T这个 那它就变成这个样子 就是这个东西 OK 这个乘上这项去实数 好 这个式子里面我刚刚说 Omega T这种表示法 这种表示法 你看它只跟横坐标有关系 横向的坐标有关系 X坐标跟Y坐标有关系 那么我们现在把这个 这是个向量 我们分成三个分量 X分量 Y分量 Y分量 跟Z分量 所以它们都是只有横向的坐标 横向坐标 OK 好 磁场也是一样 这是磁场的向量形态 这是磁场的Time Harmonic Form 然后这个是它的横向 跟横向坐标有关系的 这是Fone 这个应该 零应该写在这个上面 这个O应该写在这个上面 这个是 不是 这个它是 这个是它的 这个政府 不过你写在 这是政府 政府 这是政府 然后我们可以把 这个 因为它只是跟XY有关系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个分量 好 现在我们说 电厂跟H厂 市场都满足以下的这个 Homogeneous Vector Helmerholtz Equation 这就跟我们的电磁波一样 你要满足这个Max Equation 一定要满足Max Equation 还有它的边界条件 我们可以把这个电厂跟H厂 就化成 我们这里就是把时间已经 这个就是不算时间了 就是用Facial Phone 它是Time Harmonic的波的话 我们可以把电厂 把这个空间部分跟时间部分分开了 这是空间部分的 E与H 它是一个三维的向量 Vet它是一个Facial K是波数 就是电磁波它有一个波数 2π of lamina 它就等于Omega 正在更靠μY 这就跟我们前面讲的电磁波是一样的 根据以前我们讲电磁波的基础 我们知道 如果我们假设 在波道里面传播的电厂跟磁场 它是Time Harmonic Form的话 我们可以会有这两个equations Homogeneous Vector-Helmerholtz Equation 因为我们有Laplace 你看前面有Laplace Laplace呢 我们现在可以把它分成为两个部分 因为我们把坐标分成横向的坐标 XY 还有纵向的传播方向的坐标 Z方向 所以它Apply在这个电厂上面 如果是Apply在横向的坐标上面的量 去用这个字 这是横向坐标 一般的表示是横向坐标 这个是Z方向的 用重坐标 所以界面为长方向的波道 Laplace E可以用迪卡尔坐标 表示 现在我们用这个迪卡尔坐标 迪卡尔坐标这就是XY 但是它不一定要用迪卡尔坐标 有时候圆柱形的波道 它就用圆柱坐标 圆柱坐标就不是XY了 所以我们这里是用一个通用的 迪卡尔坐标我们才把它写成XY 好 作用在这个电厂上面 它 这个可以分成 作用在横向坐标上面的部分 这个是 纵向方向的部分 这个是 横向方向的 我们就把它这里 那这个是 纵向方向 纵向方向 因为它是Exponential -GammaZ 纵向的它就是 partial平方 over partialZ平方 它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那么这个展开呢 这个operator operator在这个上面 是这个 那这个operator在电厂的 它只是Z方向 就是operator在 Exponential -GammaZ Exponential-GammaZ 你为分两 对Z为分两次 就是Gamma平方 这个还在 跟磁场也是一样 也是变成这样子 记住 像这个 Laplace 电厂 Laplace HX 我们 现在可以用成这个样子 这个是 横坐标上面的 横向坐标上面 这个是纵向坐标上面的 好 现在将 这两个式子 这个 分别带入这个 我们讲的这个 Helmerhol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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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quation 我们就可以得 你看 这个是等于什么 这两个是何 这个 这个 写到这里 然后 这个 还要跟 K1 规并在一起 所以它就是 Gamma平方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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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 平方 漏掉了 加上K平方 这个 漏掉了 这是K平方 这个也是一样 这个也是一样 当它 我们把 这个式子 带到这个里头去以后 它就得了这个式子 好 现在我们说 你看上面的电场跟H场 这个式子都一模一样 对不对 我们解的时候 因为它有六个分量 这个三个 这个三个 六个分量的 这个样子都一模一样 我们不需要解六个 不需要 我们只要解出 一个磁场 跟一个电场的分量 解出一个磁场 跟一个电场的分量 然后我们就用 法拉 因为它要满足 法拉第定律 还有安培定律 我们就可以 从法拉第定律 安培定律 我们得到其他的四个分量 比如说我们展开 我们展开法拉第定律 我们展开法拉第定律 法拉第定律 它E跟H就有关系 你看这个展开 你看这个展开 就变成curl E就是等于这个字 对不对 就是纵向的坐标方 纵向的坐标有关的 这个 而不是横向的 这个是纵向坐标 好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curl 这个展开 展开以后呢 你就把curl 先operate在这个上面 把这个当常数 提出来 然后 curl operate在这个上面 这个当常数 那就是gradient 这个字 就是 cross 10 xy ok 好 现在我们 这个括弧 还是保持这个样子 那这个括弧呢 因为这个 这个gradient的这个值 因为它只跟z有关 所以它就是等于什么 z方向 partial 这个 partial z 那这个就等于 负 γ 然后 这个还在 partial以后还在 再cross 这个 好 现在我们 把这个 exponential写在这里 那这个括弧呢 我们用这个行列式来带 这个是 单位向量 这个是 这个operator del operator的三个分量 这个是 这个vector的三个分量 然后 然后加上 后面这个 加上这个 这是az 那这个呢 我们刚刚不是说它有三个分量吗 它有这三个分量 好 az cross ax az cross ax 等于ay 然后 az cross ay 就等于-ax az cross az 就是0 所以这个 把三个分量 带进去就是这个东西 好 好 curl1是这个 那你现在把这个展开 这个 乘上 这里头 ax 它有这两个分量 partial1 0 partial1 partialz z0 partialy 然后还有一个呢 是这一下 负的 partial ey over partialz 这个是 这个里头的x 然后这个地方的x在这里 我们也是把这个提出来 然后它就有一个 γ 负负的正 γ ey 就是一个字 然后其他两个也是一样 这个ay有这两个分量 这两个分量 这两个分量 然后再把这个合并 它就变成这样子 az呢 这后面没有az了 只有这个有 这个它就是 这是负的 然后这个是正的 所以 partial1y 0 over partial x 减掉 partial1 x 0 over partial y 然后这个 展开就变成这三项 但是其中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 凡是有0的这个 它只是跟 x座标 跟y座标有关系 跟z座标没有关系 所以说 partial1y0 对z座偏微分 等于0 partial1 x0 对z座偏微分 也等于0 也等于0 那就是这个 是0 这个是0 然后呢 这个 这个也是0 这个也是0 我们把这个 这个关系 带进去以后 这个式子可以变成这样子 这是前面的 第一项 这个是0了 它就是生这两项 第二项 这个是0了 就剩下这两项 然后这个都还在 变成这个字 那么右边是-j OmUH 刚刚等于这curl 是左边 左边是这个字 右边 H 我们可以写成这样子 因为这个 包含z方向的 转播方向的 好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提出来 然后乘上一个 Fu-j OmUH 也提出来 这个可以分成三个分量 对不对 三个分量 因为这个 curl1等于这个 所以 这个 要等于这个 这个等于这个 三个分量 当两个向量相等的时候 分量 三个分量要个别相等 X跟X相等 Y跟Y相等 Z跟Z相等 所以我们这里就可以得到 所以我们这里就可以得到 我们可以得 这个 我们还是 只是AX而已 还是重写一遍 这个 等于 这三个 这 这一项等于这三项 然后就是 AX跟AX这一项要相等 这个跟这个要相等 同样的道理 我们把 CurlH 是安培定律 等于 JOmE 乘上 电场 也可以跟前面一样 导出来 有这三个 这个 这边是CurlH 这个是这一边的三个字 好 现在我们 就利用这个式 我们可以得到 六个式 比如说这个 括弧等于这个字 那就是 partialEZ partialY 加上 γEY0 要等于 这个 H 那这个 要等于 这一项 那就是 负 γE x0 剪较 partialEZ partialX 要等于 负的 J OmU 这个 那第三项就是这个 同样的道理 X分量跟这个相等 我们就得这个式 Y分量跟Y分量相等 得这个式 Z分量跟Z分量相等 就得这个式 然后我们把这六个式子 重新整理一下 就是我们把 EX跟EY HX HY 通通用EZ 跟HZ 来表示 用这个表示 那它就可以 变成这个样子 就是大家都用这个表示 用这个表示 用这个表示 好 我们就可以 把上面这个 把上面这个式子 我们就变成 这四个式子 好 现在就怎么变出来呢 那我们底下就做一个 这个式子 做一个示范 看看我们怎么导出来 其他的都跟它一样 好 这个里头 H平方 就等于 γ平方 加上 K平方 等于这个 K又等于 Om平方 乘3 乘3 y 这个就是我们的 传播 以前讲的传播常数 好 那么 这个四个式子 怎么用法呢 就是说 以后 我们不需要说 把六个式子 通通写出来 不需要 我们只要从 这两个式子里头 看一看 就说 我们这里是解出 ez跟hz 其实只要解一个 hz等于0 就是这个是tm wave 你就解这个 如果是tm wave 这个等于0 你只要解这个就好 所以这只要解一个就好 解一个你就有两个字 一个是0 把这个带到这个式子里头去 看到没有 就可以得这个 很方便 现在我们示范一下 把这个式子导出来看看 这个是前面的 10 带去14b 这个是 这个式子 我们把它变成这样子 10 带去14b 我们把它变成这样子 OK 大家都被 OK 大家都被 Fu j Omega mu 来除 那这个 式子就变成这样子 然后我们把 10带去15a 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 大家被 J Omega Epsilon 来除 就变成这样子 这个算A式 这个算B式 那我们就把 A式 跟B式相解 就把 H Y0 消掉了 我们就解出什么呢 Ez Ez 解出 这两个相解 那就这个减这个 那等于把这个搬过去 等于这个式子 这搬过去负的 这个搬过去变成正的 变成这样的式子 OK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 通分一下 通分一下 这个就变成Gamma平方 这个就变成 Omega平方 负负得正这个J Epsilon Mu 这边呢 也是一样啊 你就乘一个 这个就乘一个这个字 这边等于这个字 这边等于这个字 这个就乘一个Gamma 就说这个 就变成 就变成这个字 这个在这里 这个在这里 然后 这个东西 就是Gamma加K平方 我们刚刚说它等于H平方 从这个式子里头 我们就可以得Ex0 要等于负H平方 这个 这就是我们的第18式 前面这四个式子 前面这四个式子 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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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 你们要把这四个式子 要记起来 因为以后我们就要解除 Ex0 或者Hx0 以后你只要解除 Hz0 或者Ez0 你就可以解除 这四个 Ex1 Ey Hx1 Hx1 所以 你要把前面这个式子 要花一方时间 去记一下 我们现在再回头来看一下 好了 就这四个式子 连同这个 你要记一下 要记一下 OK 因为以后我们常常用这个来做 然后 现在我们看这个 我们可以根据 我们解除它的Ez 或者Hz 看它存在一否 因为这两个 通常只有一个存在 这个是零的话 就是它存在 这个是零的话 就是它存在 那我们就可以 求其他的四个分量 比如说Ez等于零 假如这两个都是零 那就是横电直波 如果Ez不等于零 Hz等于零就是TM wave Hz不等于零 Ez等于零 那就是Transverse Electric Wave 要记得我们以后 就是有这三种形态的波 各种形态的波 它的传播性质都不相同 我们现在要来介绍一下 首先我们介绍 首先我们介绍 坡岛内的横电直波 TEM wave 在坡岛里头传播TEM wave 因为Transverse Electromagnetic Wave 就是电场的Z分量要等于零 H分量也要等于零 那这四个 刚刚我们看的这四个式子 因为左边不是用H 就是用Z 结果呢 通通是零 那再继续都是零 不过我们要记得 这个时候 就是H0要等于零 这个时候 除非H0等于H平方等于零 否则你没有意义 那这个四个式子就是 就是 左边是零 右边也是零 对不对 看看 把前面这个 这个式子 我们再来看一下 你看 横电直波 这个是零 这个也是零 那这边都是零 那这个不就是零了吗 那就不要求了 不是 这样的话 这个是零 这个零就没有意义 但是如果这个分母也是零 那这个就是一个不定值了 除非分母等于零 否则的话就没有意思 因此 因此呢 在Tm wave里面 这个H要等于零 所以H平方要等于零 所以H平方要等于零 加平方 加K平方 加K平方 我们特别记住名 现在我们讲的是Tm wave 它的Gamma跟Tm wave 跟Tm wave 不一样 这个等于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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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Gamma Tm 要等于负的 K平方 太更好 就等于Jk K是等于Omega 更好MuE 所以Tm波 它的像素 Face Velocity 是Omega over K 像素是Omega over K 我们把Omega K等于Omega 更好MuE 带进去 约到就变成这个字 这就跟什么一样 跟在无限大空间里面传播的 这个电磁波 像素是一样的 好 我们现在把这个等于零 跟这个等于零 分别带入 因为它是Tm wave 这两个等于 带入这两个式子 这个式子 是14B 因为这个等于零 所以这个式子就变成这样子了 好 15A 因为这个是 这个是零 所以它就剩下这个东西 那么我们从这里头 我们就知道 E X over HY 这个是它的 它的固有阻抗 intrinsic wave impedance 这个比上这个 这个比上这个 X 比上 HY0 E X 我们同样这个 E X比 HY0 它就等于 J Omega 乘上 Gamma Tm 或者从这里 E X 比上 HY0 又等于 Gamma over J Omega Y 这两个 都等于它 OK 但是因为 这个Gamma Dm 是等于这个值 所以 你跟这个 你不管是放在这里 还是放在这里 它都会变成 mu over Epsilon 0 这等于A 这个就是什么 在界电子里面传播的 无限大界电子里面传播的 它的这个 平面电磁波 它的固有阻抗 固有波阻抗 所以Tm wave Z Tm 是等于这个值 现在我们要 然后这里要 大家注意一件事 就是Tm wave 它的EZ也是0 HZ也是0 这种波 它不会用在一个 单一的导体制成的一个 导波管 比如说一个圆柱形的导波管 或者是长方形的导波管 或者是长方形的导波管 不会在这个里头 因为 因为 我们知道 Tm wave H跟B 根据这个意思 都必须是横向 都必须是横向 就是不可以有Z向 但是 你看 我们的 电场 如果是横向的话 我圆了这个横向的路径 做一个封闭路径的积分 那根据法拉第定律 它不是等于这个东西吗 这是什么 面积分 这个面是什么面 就是这个围城的这个面 那就说你这个 电场如果是在这个面上面 做线积分 那么这个B场呢 这个地方的B场 要穿过这个 它跟这个要同方向 要穿过这个 你穿过这个 因为这个面是在横向上面 很接面 你穿过它不就变成 变成这个 纵向了吗 就变成纵向了吗 对不对 它没有纵向 没有纵向的话 就这个等于 所以这个不可能等于这个 这个关系也是一样 你H在横向的这个路径上面 复密路径上做一个积分的话 这两个都要在纵向上面 可是你单一导体 你里头没有电场 像这个没有电场就没有H场 里面没有导体啊 所以也没有H场 没有导体就没有电流密度嘛 这个就是 你这个没有纵向的B场 就不可能有纵向的H场 所以TEM Wave不存在于 任何单一空心波导内 这个要特别注意 可是我们讲的 我们说 同轴电缆线可以 同轴电缆线它不是空心的 它外面有一层圆柱壳 里头还有一个导体 对不对 里头导体可以有电场 也可以有H场 也可以有电流 然后这个 带状的二导体 或者二线导体 也可以传播 只要是两条线的 只要不是一条线 就可以缩起来 就可以传播这个TEM Wave 如果导体是耗损的 那么原线传播这个电磁波 我严格说起来 它就不是TEM Wave 就不是 因为它 它是耗损 它有耗损 有耗损一定有Z方向的电场 有Z方向电场 它就不是TEM Wave 好 现在我们说 磁横坡 磁场 在传播方向上 没有HZ 对不对 这个时候 我们要得 我们现在如果要知道这个 现在是TEM波 这个上面大概没有打出来 要知道这个特性的话 我们就是 因为这个等于0 EZ不是0 那我们就看看你EZ到底是什么 EZ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们就 从这里头 配合边界条件 写出EZ0 EZ0写出来以后 因为这个HZ都是0 那只剩下这个 这个是0 这个只剩下这一项 这个是0 只剩下这一项 所以这四项 只剩下这四项 那你就可以用这四个数字 来解其他的 因为这个已经知道了 这个是等于0 这个我们不等于0 已经解出来了 那其他四个就可以 从这里头 修出来 我们就介绍这个 我们就介绍TEM波 TEM波 TEM波 就是这个等于0 那你就解这个式子 好 解出这个来以后 把这两个 把这两个 带到这里去 我们就可以解出其他四个分量 可以解出其他四个分量 然后呢 我们再将 我们再将 因为上面有四个分量 我们现在介绍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把我们前面这两个 四个分量 四个分量 合并 合并以后 这两个分量 合并以后就可以变成这个四个 这两个分量 合并 合并 那么我们就可以 较方便 由这个式子 来解出这两个式子 你也可以不要用这一步了 就直接从这里 为分为分 把四个求出来也可以了 看你喜欢哪一个 有的课本 它就是用这个 把这两个合并 这个AX加上AY 你把这个提出来 那这个东西呢 它就变成这个operator 这个operator del t 就是指对X跟Y的 partial partial x partial partial y 变成这两个 然后 也就是说这个式子 其实就是代表这个东西 ok 这个 你把这个带进去就是 等于这两个 合并 好 当这两个一旦解出来 EXEY解出来 你其他的就不要去解了 像我们前面你要这样解 你要解四个东西 EXEY HX HY 那你照这个式子解出EXEY的话呢 当然你也可以 直接解释两个 另外两个用这个解也可以 但是这个地方的ZTM 它是等于这个字 它不等于这个 因为 这个是我们前面讲的TEM wave 这个不相等 不相等 OK Gamma DM 它并不等于这个东西 不是Jβ 它的β不是这个东西 可是 我们还是可以用这个式子 就是你知道电场 可以用这个式子 QHX 还是可以用